我每天早上起来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扭狗 因为我停车在上面 那你没办法扭 要下来很远 今天吧 还有点冷 赶紧拉吧 小黄 拉完早点回去 下雨了 现在下雨了 我带他们出来扭 再打一把伞 又玩起来的 你看你笑的 你要干啥呀 梦想 笑这么可爱 干啥呀 走 走来 看你 看你笑的 走 梦想 你要干啥呀 走来 看你 看你 走 想吃吗 过来 过来 走 想不想吃 坐 过来 走 当清新生的来带啊 吃吧 把手洗了 我骑行那时候就带着他来 我也喜欢狗嘛 我们也盼望着 行行碰鲜是狗 你知道吗 我之前也是捡了一只 一人拿衣服 我们坐几天住公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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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弟 没事 我们客气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还是冰镇的 谢谢大哥 冰镇的 主要东西都绑在风 可以 完了还有两瓶水 你呢 全部都延长了 你们要吗 拿着吧 我有了 我有了 今天在这路边 看见几个骑行的兄弟 哎呀 他们也是大包小包的 都是搭帐篷 晚上就住在帐篷里面 非常不容易 我没有什么给他们的 给他们一人一瓶红牛吧 你带那么多东西 你爬不到他往后 往后退一点 对对 是不是 登不动有风 直接登不动 所以我一万看 只骑空自行车的 你就算问我要水 我不会拧你的 因为我觉得 人家就是说白了 就是来体验的嘛 对吧 像我们那种大包小包的 他这样很难的 你信不信 他那些他骑得快 你让他带这么多东西 他干5公里就累得吐白沫 他只骑不了 我上次我骑下车 他遇见过 他还说我骑得慢 他拿我来去试 三步都骑不了 他扶都扶不住 你知道吗 对 这个太重了 像他那个 如果倒下去的话 你扶起来都特别累 你脚蹭都断了两个了 对 我当时也断了五十个 撑不住 我都还带了个备用脚蹭 很容易吧 只要停下来就容易 对 那看不好停 再见 再见 拜拜 好嘞 肯定还遇得见我们 好 好嘞 掉了 没事不用客气 再见 我现在在路上遇见这种骑行带很多东西的人 我都会给他们送脸水沙的 因为我以前就是骑行的 骑自行车围住中国转了一圈 四万多公里 带了很多东西啊 可能大家没有骑行过啊 在自行车上带很多东西 要爬这种大坡 而且还是高原上 它非常有挑战性 一个小时 最多能爬四到五公里 还算最厉害的了 那有的网友肯定不理解 那么累 那么辛苦 又没有钱 风餐露宿的 为什么要去骑行呢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简单说吧 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理念 一种挑战吧 其实怎么说呢 不管做什么事啊 你不要去做违法的事 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要去给别人带来痛苦 那别人不理解也无所谓啊 我也永远不理解 就是那些特别有钱的人 不愿意花一点钱去 帮助那些特别穷的人 反正你老死了你花不完 是不是 去帮助别人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帮助自己啊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下期再见